本席宣伴 現在本席就是特首 特首 即是準備選新特首 很多新競選人出現 前一天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曾俊華說什麼呢? 說不知什麼 一開始已經有很多人傳說他會想選 之後他早幾天說看沙士比亞的畫劇 看完之後他就說了 引用沙士比亞的名言對白 我不知道哪一部電影 有一句什麼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那句原著中文叫什麼 即是是是或者不是 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應該有一個更文雅的說法 總之就是 這個是一個經典的對白 我覺得這個對白就是自然自愈 這些就是傻子 好像叮噹那樣 自己和自己說話 有時就 曾俊華就自己改了 他就在Facebook貼了 他就說什麼 什麼to run or not to run That's the question 意思就是 那些人說是不是 選 或者不選 這個就是一個好問題 那他有一個人 叫胡國興 一早就已經說要選 那他就說 沒有什麼好想 他說要選 就站出來 他就說 什麼 他說 他就不知道該說 什麼 如果這句話給他說 就說 There's no question 他就說 類似有什麼 我自己選 都要問 有什麼好想 要選 就一早站出來 還是怎樣怎樣 他就說 There's no question I will be 他就說 就是這樣 他就說完了 完了 他就說我就是會選 完 就是沒有什麼 他就說 類似的 暗寸有什麼好說 這些事情 想就想 然後不用跟別人說 類似的就是這樣 要不就選 類似的就是不要叫他 不要扭氣鼓 選就選不選就選手 我的看法就是 兩個都是說不說 我選不選就是 除非達叔說我 我選不選就是這樣 我選中 我是有資格說 在 controle figure 我選不選 用不選 那是這個 question 我就有資格說 我就 Gymnome 我有三國借 做官 找事 看 如果聽到敬禇 你想聘請他做官 燈雁 誰 ишь 侏 他 failed 他有些 那些丞相會跟他說未必可以的 諸葛亮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此人做慣遊運野河 當然你照樣 照事之後他就會 諸葛亮就會說什麼我過慣遊運野河生活 什麼無義士官 請回吧 吃屎啦 他就是這樣 你怎麼看 我就知道是名句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他說 你做還是不做 你說出來 哎呀 糟了 去不去馬呢 你一個人會不會自己在這裡盤轉 好啊 你現在打個比喻 你現在想有一個重要決定生意 像葉榮天 搏不搏 那你不會在這裡說搏還是不搏呢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 你會不會在這裡跟別人周圍這樣說 你正常就是自己想 搏就有機會一下子賺幾棟房子幾百萬 搏輸了 沒有整副身家 你就自己會想啊 大佬 不是說什麼他明明據 什麼沒有文化 但是我說正常就是這些就是自己自言自語 正路的人是不會這樣啦 比如說羅蜜歐與朱麗葉有時候有什麼 哦 羅蜜歐 那你現在還會不會這樣說 哦 朱麗葉 哦 他經常會有這些 你看過翻譯本就是 哦 羅蜜歐 哦 朱麗葉就經常在這裡哦哦哦 那你現在不會這麼說話啦 就是這樣的意思啊 哦 你在那個時代的文藝表演就會有這些 對嗎 真人就說 喂 朱麗葉你也不會啦 你看那些劇都是這樣 羅蜜歐 哦 Jack 你也是看那個鐵達尼浩 哦 J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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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不斷走走走走走啊 哦 羅蜜歐 哦 羅蜜歐 哦 你不會這樣 你幾次見你那個鐵達尼浩會這樣 不會啦 大佬 現在現代化就不會再這樣說啦 那年代可能就對了 現在你也不會這樣說 那你覺得這兩個選 怎麼看得出呢 好像還說說要有多的人選 最多有很多人參選人 有些有人剛剛講已經很流行 belli 那些人怎麼剛開始了 田兆領的 他一早已經問曾俊華摸底 報紙報一早就寄信中央準備辭職 辭職說要去選特首還是怎樣的 有些就這樣說 不過這些都是等阿爺說的 這些我們小市民 所以他貼出來我覺得沒什麼 就是這樣 可能想做宣傳 就是這樣 做勢 我選的話你會不會支持 我選特首你會不會支持我 選特首的條件是什麼 多少歲 好像有年多 我一定夠的 有沒有說多少歲至多少歲 我90多歲 好像薑紫牙 什麼80歲 封上我 有什麼問題 好不可以 我是大智慧 大賢者 會 當然 選特首會有什麼條件 你說來聽聽 你怎麼看 除了年齡限制 好像有什麼提名 不知道多少人提名 那就搞定了 是不是這樣 接著就 接著就 看你打關係 人望 那些 好像也會有什麼辯論大會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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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歲以上 為什麼 神經病 為什麼要這麼老才算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一定要40歲以上 你那些什麼 粗粗的 20多歲 已經管 管一個地方 你可不可以 為什麼要剪頭髮 刺馬筋 什麼剪頭髮 什麼剪頭髮 神經病 笑得我抽 為什麼剪頭髮 從來沒聽說 你現在選什麼 什麼剪頭髮 班會主席 班會主席 有什麼可能 什麼剪頭髮 人家那些 咳咳 什麼鬼 日本那些 什麼小傳 長 神經病 小傳順一郎 很長頭髮 折古華拉 大把長頭髮 是不是 誰說 短頭髮 總統 是不是 你看 以前的華盛頓 那些 那些 假髮 那麼長 那些 那些 歐洲人 中世紀 很長 那些 牛頓 那些 感覺 還可以 什麼剪頭髮 神經病 所以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一定要40歲 英雄出少年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不可以 二十多歲 成年 就可以 你理得我 是千 難得一件 千古難得一件 什麼 智國奇才 不讓人家 為什麼 這些 我又不明白 那是哪個規矩 有沒有人知道 總之就是 不知道 然後 胡國興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人 好像是什麼 法官 還是什麼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法官 我不是太認識這個人 他的背景 我不太清楚 之前好像不是太聽過 以前是董建華 我最記得有誰 什麼楊鐵良 也是法官 楊鐵良 然後就是董建華 還有一個誰 當時有誰 還有一個誰 我不記得了 你有沒有印象 當時楊鐵良 那些人說什麼 他遲了 他說什麼 選特首要辭職 我也不知道 選特首一定要辭職 才可以選 你怎麼樣 我上班也是這樣 我找到第二份 我下個月 就跟老闆說 我下個月做特首 拜 什麼 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辭職 才可以說 鬼 我兼顧到 我又選 有什麼問題 那你上班 就是 都是一份工作 我選之前 我現在做了兩份 我還沒選 我現在做到特首 我當然是專心做 很合理 你說特首不能打第二份工 很合理 管理這個國家 還有空 做其他事情 做兼職 送披薩 不行 大哥 一會兒你送一送披薩 給人 飆心 糟糕 很合理 這件事很合理 你做完特首 就不要做兼職 那就好 還沒做之前 你為什麼要辭職 對吧 現在說什麼 就是利益衝突 我還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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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衝突 我參選 我參選影響什麼衝突 我 影響我公司 就是說我上班 現在你公司有個特首 你知不知道你公司有個小民元是特首參選人 令到你公司民望大聲 神經病 你有什麼問題 我不是太明白 這件事有什麼利益衝突 我不知道 會比較威風 你的老闆會比較威風 我老闆啊 問一下參選特首威風 這樣跟我說 神經病 有些什麼東西 有人說他去法官 那他法官有什麼問題 法官參選會怎樣利益衝突 我也不知道 他現在會判 什麼意思 我現在判隔離的兩個候選人 坐牢 屈他 無緣無故在判A.O. 不知道誰人爆線 小偷之後 我判隔離的候選人 我在順帶一提 由於哪個人 黑人不討厭 順便送他去蹲監 讓他無法選得手 這樣嗎 不行啊 大哥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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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怎麼利益衝突 笑得我抽筋 為什麼 我無緣無故 無緣無故 無關 這案子就判完了 這個小偷爆格 判五年 咦 還沒完 各位 各位 還沒退庭 確確確 爆爆 我順帶提 本職要宣判另一個判詞 陳小明 張小強 另外兩個特首競選人 即時入獄 即時入獄 終身監禁 不用說這麼多 然後退庭 那些獄竹馬上壓他 壓他坐牢 你怎麼 利益衝突在哪裏 我就不太想到 你不行的 剛剛我說的 是神經病的事 沒可能做到 我剛剛看見你說什麼利益衝突 我就很不敢問 我又不似一下問 我又想知道衝突什麼 有人知道 為什麼 有人說什麼美食 你也答不到我 根本你 有人說什麼司法干預 干預什麼 你的無權你跟著判 你法官又不可以推翻法律 說現在改 改 基本法 你怎麼做不得 你可以這樣 你現在 喂 我是法官 所以我現在 就判 假設我是法官 但是我即日生效 即日上任特區行政長官 碰 這樣 又在判判 我現在就 本職宣判 我現在就是特首 本職宣判 現在本職就是特首 沒有 即日生效 推廷 確確確 不行 你說法官是皇帝 立即說 做什麼就可以 那怎麼干預 有制度限制 你一個好的制度 你怎麼可以 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 你現在是不是特首 你不是 即是你沒有權 搞到 你不是在政治 即是你沒有權 你司法上 你現在沒有權力 你參選人 你怎麼 你怎麼 你怎麼可以干預到 我不明白 你還沒參選 你參選 你參選 你退 我剛剛說 我很清晰 我說你參選 當然你就不可以 我 我的疑問 就在這裡 你還沒參選 你就是 你什麼人都不是 如果你有上市公司 那股票就會波動 你有沒有利益 有人說 你一定要怎樣 那法官有沒有上市公司 有人說什麼 可能那1,200人要上法庭 那法官又要判 你的意思就是 那些候選人 即是 如果那些候選人 剛好那些候選人沒有官司打 那就沒有衝突 那如果曾俊華參選 是怎樣 他現在又要辭職 因為他有機會 因為他現在就說 財政司他可能馬上通過 那些好的政策 現在大家派錢 每人拿1億 然後他那些人說 曾俊華好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你法官 我就不明白 這個就 如果你說 假設是沒有案 那就沒有 而且你要這樣說 你要說 人家一早 如果要選 那一早已經暗淨 即是你說要利益 你猜是臨選之前才來了嗎 一早就鋪定路吧 如果你真的要 要利益輸送 你拿屎才來做 那麼傻仔 假設真的這樣的話 一早就friending了 對不對 你還沒退位 你選前一刻退位 你之前已經影響了 那有什麼用 那有什麼意思 做的樣子 你這樣說的話 沒有意思 是不是都會影響到 他讓你見工 隨時準備好 上班也有優勢 不是 我請人都是為財事用 而且特首是有任期的 說好的 你只管我 我上班 你打工仔全部都是這樣 騎牛搵馬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選之前不辭職 如果你選不到 就會被人認為你是玩 神經病 神經病 有什麼問題 你什麼玩 白癡 為什麼玩 你去見工去玩 我看到那份工 人工高一點 你見是不是很合理 正常 我又有抱負 那份工 實踐到我抱負 那你就去試 很簡單 我試不到 他說我不夠了 那就繼續打工 有什麼問題 玩什麼 我認真做 對不對 會這樣 好像有些人考什麼演員 你第一次 你有很多想做演員 電影明星 那些就是試鏡 他本身有一份 什麼 開貨車 送披薩 他失敗了 導演說 你未夠班 他說未夠火喉 練多一陣 那代表他玩什麼 大哥 好 有什麼玩 他說是 我再磨練一下 下次再來 再接再來 我就覺得很正常 當然啦 我就不是很清楚 真正法律 我就是用一個很 日常 正常 百姓角度 我這樣看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看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辭辭職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啊 啊